OK,我现在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小电池里面其实并不是一定要夜冷或者水冷或者说冷却系统,为什么不一定是刚需的,第一个知道系统会增加价格,就是如果说本身这个车如果说卖6万块钱,你整个电池如果是有水冷或者说夜冷系统冷却系统可能要再加2000块钱3000块钱,我只是打比方,就是又要再加3000块钱, 你对于一台6万块钱的车来说就加5%的价格,但是你比如300公里续航的小电池包,其实这是它本身的风冷散热绝大部分时候用都是够的,你正常的快充也好,你正常的日常的实用也好,都是够用的,因为你正常城区代步的车是不太会有快充快放快充快放,这种高速路况的,其实是比较少的, 所以对于纯代步的小费者来说,就是你要用到夜冷的情况,非常非常少,大家考虑一下你日常城市代步的300公里的车,你要用到夜冷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就是你去拿去跑高速,120公里定速, 其实它没有那么的刚需,对于300公里的车来说大部分人,99%的工况是在城里代步的,99%情况下它是够用的,那你多的3000块钱其实就是你的使用成本,很多人觉得这3000块钱我可以给, 但这3000块钱其实对于车价来说,你可以充很多很多很多电,其实是没必要的,就为了1%的使用,而且它实际在使用的过程中,我这么跟大家讲,它不是说不能用快充了,只是快充的速度会变慢一点, 比如说原来风值是60公里,就比如说你充快充的时候,它本来风值是60千瓦,然后你现在因为是风冷,所以你的快充速度是40千瓦,或者说35千瓦,它不是不能用快充的,还是可以用的,而且你在停的时候,它其实本身是也在散热的, 然后还有一个说法,我非常认真,其实这为什么我觉得1%不重要呢,是因为如果说你自己知道自己是风冷的电池,或者说是风冷的这个结构组件,电磁组件,那你在跑高速的时候,打比方你要跑高速,本身小车跑高速,我觉得像宾国这样尺寸,你跑20公里每小时定速巡航,我都觉得是稳态比较差的, 这个但凡是个成年人就能想明白一件事情,小车的高速定,高速的稳态一定是差的,因为轴距不够长,因为轴距的宽度不够,所以它的稳态一定是比大的轿车,流线型的轿车,或者说宽的轿车是要差的,这个能理解吧,所以在小车里面,你其实120公里长期跑的这种工况是比较少的,那如果说你是100公里的工况来说,100公里的工况,然后你还是风冷电池, 那我觉得正常散热,你到下一个点,下一个点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你放心,工程师设计过程中,你正常的车如果说它是100公里,定速小电车,基本上都能完成散热的,都能完成,你放心,大家说的这种极限工况,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是比较远的, 那如果说你说夜冷有没有用,它一定是有用的,一定在贵的车里面,你打开比方这个车15万,你说没有夜冷,那我觉得是贼不合理的,我觉得你可以骂娘的,但是你说你要要求一台6万块钱的车,你说要它加上夜冷,然后你要,你觉得这个东西,我是认为这个东西,对于这个价格的车来说是没必要的, 就是我的本质的认为,就是大家还是对低端车,要有制造自己的核心诉求,我觉得这3000块钱,我甚至觉得你再多几度电池,原来比如说300公里,你现在给我做330,可能会更加实用一点,比你就宾果,如果只做300,然后做夜冷,跟330做风冷,我是宁可选330做风冷的,对于绝大部分消费者来说,多做30公里续航,是更加有用的,就是我的本质的核心诉求, 所以大家对于低端车来说,其实是,你的蛋糕子就这么大,你要这么去切分,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越是低端车,你越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其实是件很难的事情,我是认为在考虑性价比上面,对于低端车来说,其实一分钱要花成两半饭,一分钱要花成两分花,一分钱要搬成两半花, 然后包括你像你说的夜冷,热泵,我都觉得并不是真正的刚需,对于低价车来说,你加个热泵,你又可能又要再多花3000块钱,其实你就加加加加加,车就不只卖6万块钱,可能卖7万块钱了,对于绝大部分消费者来说,多出这1万块钱,他们家里,我一直在说这个事情, 你多出这1万块钱,其实你日常可能也用不到,但是这1万块钱够你们家吃一年了,这才是本质的核心诉求,这才是本质的,我觉得低端车没有必要追求大权,大而权,低端车就是要有取舍,就要选择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最有用的东西,这是我的认为,所以刚刚有个消费者,有个粉丝在问,说低端车里面有哪些车是用夜冷的, 其实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去纠结这个夜冷问题,希望给大家帮上忙,我们节目还是那句话,我是希望,我像朋友一样,跟大家帮上忙,我希望能帮上一点忙,就是这样子,我可能比大家开的歌多一点,可能说对业内了解多一点,只是想说能帮一点忙就好了,就是这样。